3年的下半年呢 要接到2024年 2024年是龍年 也是財庫年 我們要如何在下半年呢 好好把自己的財庫給打造好喔 好 那我們居家風水當中呢 當然會有一些開運的小物 那尤其像聚寶盆 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或是擺放什麼金凍啊 皮修啊等等的 這些都是招財的作用 好 那其實我們講聚寶盆好了 聚寶盆呢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讓你呢 身材就是有錢木 錢生錢 然後讓你賺得滿盆滿撥 那我們要如何打造一個好的聚寶盆呢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聚寶盆的材質有很多 一般呢我們會用陶土 陶瓷做的 因為陶瓷陶土呢 是屬土的能量 那或者是呢 金屬做的 那土跟金呢 都是屬於可以身材的一個五行 那不管你是用陶土的 或是五行屬金的材質都很好 那一般呢 坊間呢有很多像這種 比較貴金屬的 像有黃銅做的這種聚寶盆 也是很不錯的 因為黃銅呢本身是貴金屬 銅呢也是可以化煞 招財跟鎮宅的一個作用 所以呢 阿湯哥會建議大家呢 聚寶盆可以選用土跟金 那今天阿湯哥示範的是屬金的 這個聚寶盆 讓你感覺金光閃閃有沒有 然後又帶財 好 所以呢 建議大家呢 你準備聚寶盆呢 就是找一個 例如說特製的黃銅 它有化煞 還有招財 讓你的財運呢 可以橫通的一個好象徵喔 那再來呢 聚寶盆上面呢 通常都會刻畫一些 比較吉祥的圖騰 例如說呢 我手上這一個聚寶盆呢 它就有兩個麒麟一對 麒麟呢 代表正宅 代表化煞 代表平安 有時候我們人呢 要求財的時候呢 最怕什麼 煞氣來阻礙你 或者是你自己的運氣呢 被受到阻礙了 淨財的機會 就會變得比較弱一點點 或者是要賺到錢 好 你錢賺進來了 可能左手進 右手出 或是錢賺到了 可能家裡的人生病了 或自己哪裡又破財 車子壞掉了 都會有這種問題喔 好 那我們要如何去破除 風水上的這些煞氣的影響 或是運勢上的影響呢 就是可以用一個麒麟 一對麒麟呢 可以化煞 也可以招財 好 再來呢就是 聚寶盆呢 如果裡面呢 可能有皮修 或者是有三角金蚕的這個 神獸的話 都具有咬財的象徵 好 那這個聚寶盆呢 裡面剛好就有一個 金蚕蜀 有看到嗎 好 在這個底部 三角金蚕呢 本身就是招來偏財的 讓你按財不斷 讓錢生錢財生財 所以這裡面呢 有一個這個三角金蚕的圖騰 好 再來呢 這個聚寶盆的下面呢 剛好有一個 乾隆的封印的一個圖騰有沒有 好 乾隆呢 黃帝呢本身就是一個 盛世的一個時期 那印呢本身代表運 大印代表走大運 好 所以裡面有一個財 然後底部有一個印 代表讓你走財運的意思 好 所以一個聚寶盆呢 如果上面有刻畫一些 吉祥的圖騰呢 當然它的加持跟磁場 都會更加分的 很沉對不對 很有質感 對 因為它是黃銅做的 然後裡面又有這個三角金蚕 下面這邊有一個乾隆的大印 代表走大運 我爹留下來的 對 其實它就是取一個吉祥的寓意 希望大家 因為聚寶盆本來就是要有 吉祥的象徵跟圖騰 它才會更加分的 好 那如果你準備到 這樣的一個聚寶盆之後呢 裡面要放什麼是更開運的呢 好 建議大家裡面可以放 例如說五色水晶 或者是黃水晶 那最重要的是要什麼 有三十六顆的元寶 金元寶 你可以放真的金元寶 你也可以放度的金元寶 也都可以 好 像我這裡 像裡面呢 放了這一個黃水晶 是把它裝滿滿的 代表滿盆滿波 然後呢 上面呢 再鋪上三十六顆的小元寶 代表三十六天鋼 表示你這聚寶盆呢 都有天兵 天將來守護你 就像剛剛這個 用完一個後面那個 就是刺了一個老虎 代表什麼 有這個將領來保護它 當靠山 那你的聚寶盆也必須要有靠山 所以你可以用三十六顆的金元寶 象徵三十六天鋼 有天兵 天將 龍天護法來守護你 然後中間可以放一個黃玉的球 代表什麼 代表財源滾滾 財源廣進 所以一般聚寶盆裡面 可以放一些吉祥的物品 例如說五色水晶 金元寶 或者是這個黃玉球 都是有幫助 有加分的 所以你把這個聚寶盆呢 把它裝帳好之後呢 這樣一整個聚寶盆要放哪裡呢 你可以放在家裡的名財位 就是進門的四十五度角 或者是玄關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保險箱裡面 或是你梳妝台 這一些都是可以為你帶來 守財 聚財好的磁場 所以其實聚寶盆的裝帳 跟選用的財質 都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再來呢 我們要如何去快速的進財呢 在2023年呢 例如說農業的六月 九月 十二月 這個都是財庫月 那財庫月當中呢 你可以選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 你可以 例如說 可以把這個聚寶盆拿去財神廟 或土地公廟 放到動作上面 拜拜 請求呢 土地公或財神的加持 給他 就賜予你一些財氣跟能量 拜完之後呢 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的 早上的七點到九點 這叫財庫時程 你可以呢 把這個聚寶盆 放在你要放的財位 門口 玄關 或者是梳妝台 收音機 櫃台旁邊 保險箱裡面 都可以 因為這個時間呢 都是屬於一個財庫能量最強的時間 包含例如說天色日啊 也都可以 所以以上呢 這些方法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在2023年呢 都可以把自己的財庫打造好 讓你的財運沒煩惱喔 謝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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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